今天我要用杏鮑菇和高麗菜來做到家常菜料理 之前我有分享過台灣小吃大腸包小腸的料理 還沒有看過的朋友可以回顧看看之前我的影片 也可以在影片下說明欄點開連結來看 這次我要來分享很彈牙很Q彈的香腸 用原型食材蔬菜菇類豆腐來做成香腸 要夾麵包或者是在家做成烤肉又或是切成一盤的香腸 直接上菜都可以做多一點放在冷凍裡面的冰箱 要吃的時候拿出來再回蒸可以隨時做出很多種的變化 做菜前先來和大家分享 頻道現在有了超級感謝性功能 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池巴拉媽 讓巴拉媽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樣的新影片 新師傅跟大家分享 嗨大家好我是Kristin巴拉媽 看影片之前請大家一定要記得先按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喔 還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 那現在我們就來用杏鮑菇和高麗菜 做得到家常菜料理吧 高麗菜來準備兩片葉子 從下面切 先拿去清洗 把高麗菜切成小塊狀 把高麗菜放入盤中 準備30克的紅蘿蔔 把紅蘿蔔削皮 把紅蘿蔔切成厚片 把紅蘿蔔切條 換一個方向 切成塊狀 把紅蘿蔔放入盤中 準備50克的馬鈴薯 把馬鈴薯削皮 把馬鈴薯切厚片 再切成塊狀 把馬鈴薯放入盤中 準備一條杏鮑菇 把杏鮑菇切成片狀 接著切成細條狀 關於香腸的起源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一個廣泛接受的理論是 香腸起源於古羅馬時期 把杏鮑菇切成小丁鑽 當時人們為了保存肉類 會把它們磨碎後製成香腸 香腸的形狀和口感 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中 也有不同 在歷史上 香腸在很多地方 都被視為平民的食物 把杏鮑菇放入盤中 準備一顆芹菜 把芹菜的葉子去掉 許多農村地區會自製香腸 並將其用於烹飪 燒烤和慶祝活動等等的場合 把芹菜的根部切掉不要 把芹菜切成末鑽 而植物性香腸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 當時人們開始探索 以植物為基礎的 蛋白質替代品 把芹菜放入盤中 把紅蘿蔔 馬鈴薯 還有高麗菜 都放到攪碎機裡面 要把它打碎 有攪碎了 現在放豆腐進來 200克的豆腐放進攪碎機裡面 再繼續打 可以了 都打成泥狀了 鍋內放入適量的油 把打好的泥放進鍋裡面 把它炒一炒 大約裂炒一下 現在來調味 鹽一茶匙 白胡椒粉四分之一茶匙 到砂糖一茶匙 黑胡椒適量 一碟香適量 快速翻炒 把調味料炒勻 炒到所有調味料都融合了 現在可以關火起鍋 把炒好的食材放入大調理碗中 先來讓它放涼 已經放涼了 放入120克的小麥蛋白粉 大部分都融合 現在用手給它搓得更均勻一點 來回的搓揉 讓它的筋性跑出來 來回大概搓了三五分鐘左右 已經呈現出筋性來了 現在來搓成香腸 取適量的大小 把它弄成長形 一樣的寬度 取片洗脖子 塗上點油 把香腸放上來 選好 植物性香腸 是一種以植物為主要原料 製成的替代性香腸 通常使用豆類、大豆蛋白、小麥蛋白等等 植物蛋白質作為主要原料 最早的植物性香腸 是由純素主義者和素食主義者開發的 這些人希望尋找一種不含肉類 但口感和外觀跟肉類相似的替代品 最早的植物性香腸使用的原料比較單一 口感也比較偏向香蕉狀 但是這些產品的出現 引起了人們對於替代性食品的關注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人們對素食飲食的關注度不斷提高 植物性香腸的品質不斷提高 口感和外觀也越來越接近肉類香腸 現在的植物性香腸已經成為一種非常受歡迎的替代性食品 廣泛應用於素食和營養平衡飲食的人群當中 我們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喜好做出個人喜愛的口味 像我今天就用了很多種蔬菜的甜味 還有它的纖維做成香腸 大家也可以分享你們的香腸是怎麼做的 我做了五條 用電鍋蒸外鍋放一杯水 放進來蒸 鍋內放入適量的油 醬油兩湯匙 酥蠔油一湯匙 黑胡椒粉 十分之一茶匙 放入200cc的水進來 稍微攪拌一下 再接著放其他的調味料 番茄醬一湯匙 鹽十分之一茶匙 糖半茶匙 把調味料炒勻 現在放入細胞菇 轉小火讓細胞菇慢慢的煮 給它煮入味 這時候我們來去調太白粉水 把太白粉水緩緩的放下來 一面放一面炒 繼續把醬汁煮滾 炒到現在醬汁大滾了 放入芹菜 繼續翻炒 讓芹菜激發出香氣 大概炒了一分鐘左右 好醬汁 醬汁都已經很香了 可以關火起鍋 我們的香腸已經蒸熟了 給它打開看看 放到盤子上來 已經定型了 準備拿去煎 鍋內放入適量的油 把香腸放進鍋裡面煎 先讓它煎定型 等一下再來翻動 讓它留有一些空隙 可以來翻面了 繼續再讓它煎 變成金黃色 全部都變成金黃色了 可以關火起鍋 好香喔 好香喔 來試吃素食香腸 我把它剪成一片一片的 就斜剪 這樣子擺起來也會很漂亮 也比較好入口 蘸一點醬汁吃 嗯 小麥炸白粉這樣子做出來 很Q很紮實 很香 好好吃耶 好吃 嗯 我曾經做過的香腸 我有用過豆皮去捲 那外面一層的就會有一層的豆皮的香味 那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這種方式就全部都是小麥蛋白粉做成的 很Q彈的口感 很好吃 纖維都在這個香腸裡面 然後又有蔬菜的甜味纖維滿滿的 很香 上面的芹菜 也可以換成香菜 這樣搭配了吃 很多種層次的味道 如果那個中秋節的時候啊 可以用這個來做烤香腸 BBQ的時候 就可以自己做素料 來做中秋烤肉的BBQ香腸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分享按讚加訂閱 也可以訂閱我的日常副頻道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下道料理見 拜拜 好下飯